ич告 做出生 cultural ideas 最深刻的许多ある 美女的名单 人 já和你警告 atc 所以所以说在靳家府 我们主要讲 religious 今晚有講到三個部分,就是鎖骨,肩胛骨,還有鋒骨,骨幹 我們最早講背後的激素,就是提肩胛肌,小零星肌,大零星肌 還有裏面的後上巨肌,就是講肩胛股內側的技術 我講講背後的肩胛肌,胸小雞,肺公雞,母耳頭,短頭 然後鎖骨下去是屬於前側的技術 我講講背後的肩胛肌,就是肩胛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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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胛肌 後來又針對肩胛肌,肩胛肌上的基數 所以第一個是肩胛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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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胛肌 然後後來再講前側的肩胛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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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胛肌 然後後來再講前側的肩胛肌,肩胛肌,肩胛肌,肩胛肌 那這些肌肉就是我們在做這個肌肉的話 其實他不是一下子你做哪一個肌肉 它會完全放鬆 因爲說你放鬆一條肌肉,它只是鬆一部分 譬如說它可能鬆半只三十 然後你需要再放它的對稱肌肉 它才會再鬆掉半只十或半只二十 就是因为他的肌肉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拉扯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前面做一做以后要到后面来做做 因为前后平衡或是做肩公骨也是前后 互相之间就是要有一个循环的做法 而不是单独做一直把哪一块肌肉做生 这很难 所以我们要做的肌肉它是怎么讲 就是你要去做你做的时候要去知道就是我做一下做一做以后 前面做一做以后后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后面做一做前面有什么变化 你要去在这个当中推拿的时候 你顺便要检查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之间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的肩膀我们都做很多工作或是做很多事 这个肩膀的拉扯它也不是一天的 它可能很多年了对吧 很多年它慢慢越拉越紧越拉越紧 所以有很多肩膀的紧绷在关节里面的生成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你现在释放它的肌肉 所以有时候我们稍微播松一下以后 然后再看它的对称肌肉 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要这样去练习 而不是我要把哪一块肌肉完全放松 然后再看其它 这样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思考他们对称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的检查 如果你很清楚每块肌肉的位置还有骨头的位置 所以你的检查就会很速度就很快 所以你稍微一摸啊一检查就知道哪里比较紧 哪里它的角度不太对 你在你的感觉促诊的感觉里面就会 就知道说它很哪里不太对 所以你就会去推治疗它好像不太对的地方 而不是所有我教过的东西全部做 所以如果你没有培养练习检查的话 以后你做一个培训就是说 那我就先从第一条肌肉做到第二条第三条肌肉 你就会一条一条做 所以你就会去浪费很多的时间 但是治疗的效果可能也不是最好的 首先因素对我们先的一些学生 然后给我们学生 表示不太多的时间 但在学生在这里 如果我们学生在学生 而我们实际上有什么一年 因为我们的学生 还学生在学生 你们会做一些学生 然后就有什么学生 可以做什么 为啥 像有时候我教学生,学生学得不错,他去治疗病人,治疗以后可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会找我来帮忙,我就会去了解他刚刚做哪里,我会稍微检查一下他的肌肉,他的骨骼。 如果这个学生做得不错的话,大部分他做的地方,我不会去做,我都会去思考他没有做过的那些地方,还有促诊的时候。 然后哪些地方,我自然会知道说,可能哪里没有去弄懂它的问题。 就是以我的经验,我就很快能够知道它的问题。 我们昨天教的工骨头,不管是前侧或是后侧。 你看,像我摸的这个技术,我知道我要控制它的工骨头拉开,然后我一摸就会知道它里面有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我很清楚它的位置,然后它的样子,然后我要怎么借由活动度,活动把它的一些里面的技术拉出来。 所以我一摸就知道哪里有问题,哪里没有问题。 那你们现在才在学习这个位置的时候,所以你要多去感觉,你要促整这个位置的正确性,还有它里面上面有没有什么奇数,你要去感觉这个东西。 我现在认为定为定就要集在医院的医院。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我把医院与营出的地方做。 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医院,我们遇下一个医院的人,要在那里面上去做什么。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我已经好像知道位置了,就代表你懂,因为你摸的次数还太少,所以有时候你的检查是不够清楚的。 假设我的检查是十分的话,你的检查可能只有三分、四分的清楚,已经很厉害了,就是你还不是完全很清楚,所以你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到肌肉的位置,然后去摸它上面的感觉是什么样,就一定要练习。 我们昨天讲A点,A区跟B区跟C区,其实这是不能讲A点, 人家说A区,区就是肱骨前侧的拉力,然后B区就是肱骨后侧的拉力,西区就是肩胛骨上降这里的压力,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区域。 所以等一下我们做练习的时候,就是你们要把我所教的这些鸡肉啊, 然后摸一遍,因为你们对肌肉的位置还不太清楚。 所以比如说背部啊,踢间夹鸡在哪里啊,小鸣心心,大鸣心心,头夹鸡在哪里啊。 你要去一部分一部分知道它的位置,看着这个书上的图去摸它的位置,然后感觉上你的肌肉。 准备要留似的这些鸡肉。 那你怎么想,看着这个书上这个书,当的人他硬是小的。 这是我的球率,然后可能在这个书上就很短产。 然后你就是像弓骨头的时候,你一定要动一下弓骨头,因为你要看一下弓骨头动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上面的极速是怎么样,你要控制他的手,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弓骨头这个圆圆的这个骨头的转动在里面? 你当时要弓骨头,然后弓骨头,然后弓骨头,所以所以就是,所以像我们前侧这部分,像你一定要找到会吐,然后找到会吐下来这三个肌肉,胸小肌,会攻击,攻二头的那些肌肉, 这个要不要体会吗? 我们可以在腾部断下的独统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会进行腎部 全部都会进行腎部装的 腊部装的最深烈的 这些少数的腎部装, 正如背部的三小防腿 我们暴力的腎部饮沸 这样是腎部那些腎部装的腎部 会不会用複装的疾瘩 不然会不会有鎮 店主要是腹部部装腹部装 就是小组长要先带动一下 就是阿拉第五说我们现在先坐前面 我们先坐前面或是先坐后面 或是坐哪里 就是由小组长来先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先坐哪个地方 然后就是每个地方都要练习 稍微练习一下 你知道吗 当然你从中国有的话 从中国有说说讲到一点 那些肩胛骨还有东西还没讲完 那我们下礼拜讲 因为我想这个礼拜讲这些肌肉可能 这样让大家多练习 然后熟悉一下肩胛骨 然后熟悉一下肩胛骨 当然这个肩胛骨还有东西还没讲完 那我们下礼拜讲 因为我想这个礼拜讲这些肌肉可能 这样让大家多练习 然后熟悉一下下礼拜再增加心的心里面 还没有讲的东西 知道吗 熟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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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讲很多课的话,你们要练习不够的话,也没有用啊,因为讲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学习 好,那我们就开始练习 但我说真的有点大事